在今天一起来拆一下剩下的这三个伊拉罐盲盒 最近喜欢看一些那种发疯配音的视频 感觉特别搞笑 就是那种特别搞笑的动物的小片段 然后给它配上那种特别癫狂的音配音 就感觉好有趣 就有一只有一只小狗在桌边祈求晚餐 然后给它配那种特别癫狂 就那种感觉 特别喜欢看 特别上头 我最近还特别喜欢看那个兽医的视频 就是兽医挨家挨户去给那个牛羊看病 大部分都是牛 我昨天一不留神看到了两点 这个铁皮伊拉罐质量还挺好的 是否可以放服装刷呢 还是照例大空罐子 一小包杂乱的人物 这些人物长得非常像是从山海经里面跳出来的 这个好像是重复的 倾听队长 牙粉黄的反派 扎克 大刀阔斧的扎克 这个是木乃仪的限定皮肤 翡翠卢慧木乃仪 嘴巴嘟嘟 门口金牙 大眼瞪小眼 铜锣烧叫人 确实是可以互换身体的 这个游戏的级别要稍微高一点 可能是因为它比较小有小的零件 五岁以上才可以玩哦 open 所以这个罐子 它的本质是一个收纳罐 怎么感觉的都是一样的呀 牙狠黄的反派 汤狼队长 木乃伊扎克 翡翠黄瓜铜锅烧 匠人 这这这两组除了眼睛不一样 哦 拿的东西顺序也不一样 哦 好像就是一个按正了 一个按到了 把这个倒过来按的顺序 拿的顺序就一样了 蜻蜓正队长 汤狼副队长 不喜欢刷牙的反派 香了金牙的反派 最后一个 他们看上去真的就感觉 都拥有着一样的血统 怎么互相交换身体都看上去 没有任何变化的样子 基因很强大 都撞脸了 你们长得没有辨识度 我感觉真的就像是我之前追星 爱豆在我眼里都是个个栩栩如生 样貌分明 但在我长辈眼里 他们都长得一个样 这两个是同一个模具 感觉就是不同的颜色 呲牙咧嘴的这个 我现在的心神状态 在我眼中我自己的能力 我实际的能力 我以为的我的耐心 实际上我的耐心 果然盲盒还是拆第一个的时候 最好玩 因为拆来拆去发现 有很多盲盒里面的内容 都大致相似 尤其这种面部特征比较模糊的 那今天就这样吧 拜拜啦小伙伴们